尽量啦,还有谁要,还有谁 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这些好像他迷运的例子也都可以拿出来讲 校长夫人 校长要不要讲几句话,你们那个校长讲跟夫人讲都来了 讲一下吧,好久不见了 最近在讲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师父,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为人生很苦,所以要学佛 那当校长只讲笑话给各位 能够离苦得乐 我有一次跟人家讲 其实当法师不简单啊 能够开师也很不容易 我跟人家讲佛法 讲到贪嗔吃慢鱼的时候 很不小心啊 像红师像样,国语不标准 我听成我们学佛的人都很享受可以餐餐吃慢鱼 很好,我们学佛确实很享受嘛 法喜充满 可是我们试着要吃素嘛,不要再吃慢鱼了 其实法师也很用心,也很辛苦 苦苦婆心一直跟我们讲很多修行的方法 离苦得乐的方法 可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 几乎每个家里都有冰箱 那我们拼了以后回去 大部分都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多舍不得用 那我就心寒了 所以说,我们要互相勉励 就趁心先赶快用,不要冰箱 因为后来冰太多也不知道冰箱是什么 所以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就是写的要去用 刚刚师父也在开示说 写了半天习气还是习气 佛法还是佛法 都没有办法拿出来好好运用 就是新年了 就互相勉励 从现在开始就要舍得用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